字幕提供 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館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還有公民行動引營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直播的視訊跟音頻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的網站上面 會來進行直播之後會在 公庫以及燦爛時光的網頁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我們的節目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談一個 其實是我們燦爛時光 不同的單月裡面都一直非常關切的 一個問題 同時也是公庫跟PNN也是長期 關心的一個議題就是華光社區的拆遷案 我們知道這個案子其實已經非常多年 但是在去年的時候 法務部卻強行的 拆除了這個非常重要 台灣歷史發展上面 或是台灣的文化的 這個發展上面非常重要的 一個社區 一個聚落 那在去年的時候呢 其實 因為這個拆遷的 強制拆遷的關係呢 其實也造成了一些 非常大的 衝突 在今年的就是這個月的7月21號 去年在423聲援華光社區 也參與這些活動聲援的這些學生呢 其實在當時跟警方發生了一些衝突 那最後呢這個由無名學生以妨礙公務遭到起訴 那在今天 在這個月的7月21號呢 其實也就是開庭的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就要邀請到這個當時參與聲援的 學生台大社會系的林靖豪來跟我們一起談這個問題 靖豪你好 你好 雖然我們節目當中提過很多華光社區的這些例子 以及他的整個 一個發展 是不是可以請靖豪再告訴我們 華光社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 這個原本大家生活得很好的聚落會遭到這個法務部的 強制的拆除要求這些居民搬遷呢 因為這個 就是華光社區他過去 他在日記時期其實是 就是當時的台北行務所 就是一個監獄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在 就是國民政府 他們撤退到台灣之後 那其實這個地方就被作為是 就是當時國民政府的這個法務部 的這個 他們的職員 然後還有 職員的這個眷屬 他們居住的地方 這樣 他們的宿舍 對 可是因為當時 千台的人數非常多 所以 其實那邊原本的房子 是 就不夠他們住的 那 在當時 法務部的 莫屬之下 那就是讓 很多的居民 他們就自行 在那邊 擴建他們自己的房子 那或者是說 地蓋房子 在那塊地上 那當時 其實這樣的建築 雖然說 當時 並沒有經過一個合法程式 但是 因為是在 法務部當時的 他們的長官的 這個統一地下蓋的 所以 在當時也都沒有問題 那 後來這個地方 因為有很多房子 那 在大概 5060年代 當時在台灣 可以說是 經濟起飛的那個過程當中 那有很多的這個 城鄉移民來到台北 那 他們的 因為他們來到台北之後 他們在台北沒有辦法 因為台北的 房價比較高 那所以 華光社區算是一個 相對比較便宜的地方 那 很多城鄉移民 就在這個地方 那買房 就住在這裡 這樣 對 那在大概 在2007年那時候 那 行政院他們就提出了一個 自大新專的 一個都市更新的開發計劃 那 當時華光社區就是 自大新專的其中之一 那 行政院當時是把 華光社區的這個計劃 叫做台北華爾街 那後來就變成台北六本木 六本木 就是要把 對 要把這個地方開發成 六本木就是要像日本六本木 這樣 觀光 或者是很多飯店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那他們就要把在華光社區上面的這些居民把 把這塊地騰空來做開發的使用 那他們的理由是說 因為這些土地是 國有土地 那上面很多 這個建築是違建戶這樣子 對 那就要把他們 把他們趕走 那他們 使用的方法是用訴訟的方式 來把這些居民排除 那他們是用民事訴訟這樣的方式 那 等於是說 把一個國家過去的一個 就是歷史留下來的一個歷史脈絡 的這樣子一個聚落 那非常粗暴的 直接用一種民事的方式來排除 那等於是說用司法的方式來處理這個 應該是說一個歷史的問題 一個公共的問題 那 他們用的這個民事訴訟的方式 其實不只是說 要把那個居民 就是把他們 把他們的 要他們財務還地 那甚至是說 還要他們來付這個 扶藏得利 那很多居民 因為那個 那塊 華剛社區其實在中間 附近 所以 他的地價其實比較高 那 所以很多居民他們被告扶藏得利 大概平均有幾百萬 甚至到將近一千萬 那其實住在上面的居民 是沒有辦法 多數的人是沒辦法付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在國家 這樣子的威脅之下 那很多人 只能 就是被迫選擇跟國家和解 那如果不願意和解的居民 其實他們通通都是敗訴的 那所以 他們就面臨說要被 法院強制执行他們的家 要拆污還地 那還要付給國家 這樣的力量 這其實類似的其實在台灣很多地方都發生 例如說在幾年前 其實很多人關切的 包括三一部落 或者是這些 這些西州部落這些都市原住民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也許並不是合法 但是其實就像你剛剛提到說 政府它是某種程度默許 甚至有些地方都還有發門牌號碼 不過從 一般很多的民眾的角度來講說 好啦 即使過去就是這樣子 那可是你既然是一個非法的戰地嘛 對不對 那國家把這塊土地拿回來做一些更好的開發 為什麼不可以呢 為什麼你們這些 聲援的人要去反對呢 因為華光反破千的主要訴求是要保障居民的居住權 那其實這個問題是說 其實華光社區他們一直以來的訴求並不是說要政府來 就是說要停止任何的開發計劃 而是說應該要在保障居民的居住權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再跟居民就是有一個妥善的參與 的高通這樣一個機制之下 再去做任何的一個開發計劃 那 雖然說這些居民他們的這個房子 並不是經過很多不是經過一個合法的程序 但是 這個是必須要回溯到整個歷史脈絡 是因為 當時 非常多的居民 那 他們其實是 在都市當中算是比較弱勢的一個群群 那 他們才必須要來 住到華光社區這樣的地方 那 既然他們已經在這邊住了相當久的一段時間 那政府就應該要對他們這樣的一個居住的事實 那包括說他們之後居住的一個權利要有所保障 而不是說直接用非常粗暴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把他們趕走 那在抗震的過程當中 華光社區的這個抗震會援引就是國際兩公約 人權公約這裡面保障的人的居住權 因為在這個其實整個拆除的過程當中 法務部的做法就是直接把居民趕走 那沒有提出任何安置居民的方案 那其中有很多居民 甚至是比較弱勢的居民 他們 像我第一次到社區的時候就遇到 一個阿姨 那他是 他平常就是開 一台回收車 去撿 做很多回收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 我們遇到他之後 然後就問他說 如果你們家要被拆掉了 那之後他要怎麼擺 那他就說 我就睡在這台車子上面就好 所以可見說 這部分其實是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作用 很多居民他們 需要有一個 下一個可以安置的地方 那他們 其實 實際上是 這部分實際上對他們非常困難 尤其是在 整個台北市現在房價非常高的情況之下 那無論如何政府都應該要 做一個最基本的保障 就是讓居民可以 維持他們一個有尊嚴的 那 適當的一個生活環境 而不是說直接把他們趕走 的確這是一個我們必須要更進一步去討論 他絕對不是一個單純合法或不合法 或者霸占不霸占的問題 這件事情的這個所謂涉及到一個所謂的住的基本的權利 特別是 從一個歷史的脈絡來看 他其實是 某種程度上面是政府 默許或者是某種程式認可的 這樣的一個發展的存在 那特別是他又涉及到一個所謂的居住權利 或涉及到 一個整個所謂的住宅政策 社會福利政策一個更龐大的部分 他沒有辦法單純的從 一個法律的角度來看 不過在去年4月份的時候 其實華光社區也遭到強制的 這個所謂的拆遷 強制的要這些居民牽離 而且經過了好幾波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那天其實那一陣子整個華光社區 我自己都覺得仿如是戒嚴 就是包括 國民影音資料庫的記者或其他的 甚至主流媒體的記者要進去採訪 他都被拆遷的警察 去整個擋住在外 當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你們發生了一些所謂的 警民之間的 衝突 而警察要去告你們 妨礙公務呢 就是在去年的這個4月23號的晚上 因為隔天4月24號 因為這個 法院要強制執行 金華街上 好幾戶民宅的 強制拆除 所以 在前一天晚上 聲援華光的 學生團體 那很多的公民團體 就在 華光社區的 金華街要主辦一個 音樂會 那來表達 就是反破簽這樣的一個訴求 一個理念這樣子 但是在 前一天晚上的時候 那在下午大概5點多的時候 那警察就是先把 就是隔一天 隔一天早上10點才要執行的 這個金華街的路段 他用 就是用圍林把它整個封起來 那進行的管制這樣子 那 禁止任何 除了 居住在裡面的居民以外的人進去 這樣子 那所以 所以說 所以說整個音樂會的場地 就被迫遷移到旁邊 那 在晚上 在大概快將近深夜的時候 那 有一個就是華光社區的居民 那 他 就是 因為他 他是住在華光社區嘛 那他也非常不滿 政府這樣子的一個強制的 一個拆遷 那所以他就 在這個 政府的 蓋起來的這個圍林前面 那他就質疑說 為什麼要把我們的家 用這樣的圍林把它封起來 那為什麼我要回家不能夠 走我們家前面的路 那所以就在這個圍林前面 他就說 我要回家 這樣子 那 但警察的態度非常的強硬 就是 就去 制止這個居民 這樣子 那所以就 引起 就是大家 當場聲援的人 那 非常多支持的朋友的 對政府的一個不滿 所以大家就在 警察 圍林前面 然後來做一個訴求 就是說 反過千 然後 要讓華光居民回家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警察也要阻止 人民的抗議 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就 產生了一個衝突 這樣 那其實這個衝突 在這個禮拜一的時候 也就是在 7月21號的時候 其實在台北地方法院 這個開庭嘛 因為檢察官要以妨礙公務來起訴你們 那個開庭的結果跟狀況是什麼呢 當時是 就是他們以妨礙公務來起訴 那 當天的狀況其實是 因為是法院 第一次的一個審查庭而已 所以 結果的部分是 目前還 不確定說之後的結果 大家會怎麼樣 因為當天 只是一個程序審查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那 實際上 當天主要是說 檢察官也 提出他的起訴理由 那 就是這個幫忙學生 這個義務律師團 那 也提出說 就是 答辯的這樣一個理由 這樣的一個例子 其實 用妨礙公務的來起訴 這些聲援者 某種程度上面 我自己會覺得 他可能會造成 某種的寒蟬的效應 讓很多人就是因為 擔心遭到法院的 這種 經過訴訟的過程 會被檢察官起訴 那其實會不會造成這種 所謂果竹不前的這種情況呢 因為實際上就是說 其實這個訴訟 它進入到 先不論說訴訟的結果 到底是有負責還是無負責 就是 光是 進入到這個程序裡面 就對 非常多的人造成 非常多的 巨大的壓力量 那包括說 可能是 心理層面上的壓力 面對國家的這樣訴訟 那 不確定說 會不會有前科 或任何紀錄 那 甚至是說 其實多數人的狀況是說 來自家裡面的壓力會非常大 那 無論說你的結果是怎麼樣 光是 家裡面收到傳票 那收到 曾接到法院打來的電話 那很多人的家長 其實就會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膽 那你自己的壓力是什麼 你有壓力嗎 我的狀況比較好是說 因為家裡面 相對比較支持說 我去參加這樣的行動 那也可以 也可以認同說 我因為 參加這樣的行動 那 被法院起訴 那也是這樣子起訴 對不對 但是 很多人其實是 不一定有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那 可能在 不管是 不論是華光社區 或者是其他的 以後的一些 運動可能都會面臨到 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去關切的一個議題 特別是當 政府當國家 以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妨礙公務之民來去 去恐嚇 或者是要去所謂的制裁 這個 聲援者 我覺得這個造成的心理壓力 是非常大的 那同時 他對整個國家的這個所謂的發展 這個發展成的是整個民間社會的力量 他某種程度上面也可能會產生一些的嚇阻作用 我不知道在台灣其他地方是不是有類似的例子 或是當我們看到 除了台灣之外 其他國家的 他們在面對這個拆遷的問題 或者他們的國家 他們的這個司法體系 他們的警方會不會用這種方法 來去對付這些所謂的抗議者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過頭來 來請教我們今天來賓 請您敬好 請您敬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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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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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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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